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听力下降的情况 他们以为是年龄大导致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肾脏毒素超标的表现 传统中医认为耳朵是肾脏健康的外部表现 肾脏好的人听觉也会比较良好 当肾脏毒素超标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众所周知,肾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 维持体液的电解质平衡 很多人因为饮食和生活不规律 导致肾脏出现了问题 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尿液浑浊 尿液的清测与否和泡沫有很大的关系 当尿液的泡沫突然增多 说明尿中蛋白浓度比较高 出现这种情况的问题 有可能就是肾脏出现了问题 另外,当我们的身体下额开始长痘 容易疲劳 眼角和角落开始浮肿 腰膝酸软、脱发等情况出现 也是肾脏毒素过多的表现 为了帮助肾脏排毒 很多人都会通过喝水来减轻肾脏的负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出肾毒的方法 特别的简单 喝上两次就可以排出成年的肾毒 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 首先准备20克黄芹 黄芹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以及纤维素 能够帮助提高肾动力 加速毒素垃圾的排出 同时也可以达到脂补肾脏的效果 可以缓解肾脏虚弱的问题的产生 帮你养肾护肾 让肾更上一层楼 黄芹又被称为补气高手 气血是人的命根子 保证体内气血充足 才能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功能运转 很多人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这样也会降低自身的毒素 所以坚持喝黄芹泡水 能够帮助我们起到补气养血的效果 黄芹还可以降低尿蛋白保护肾功能 黄芹可以减轻肾脏损伤 从而减轻肾脏的纤维化 起到保护肾脏和控制血肌肝的作用 黄芹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放入碗里 接下来再准备15克枸杞 注意认为枸杞归肝肾肺筋 主要功效为滋补肝肾 能够有效的帮助肝脏和肾脏排除毒素 并且枸杞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其中枸杞多糖使它的主要成分 具有护肝养肾的功效 并且能够增强肝肾的排毒能力 还具有抗癌降血脂的功效 我们在购买枸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买颜色特别鲜亮的枸杞 这种枸杞很可能是经过染色的枸杞 我们要选择颜色方案 这样的枸杞一般是没有经过 虚染吃起来比较放心 枸杞还被认为有助于调节血糖 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其含有的多种活性成分 可以帮助降低血糖 调节血脂 降低胆固醇 保护心血管健康 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枸杞汁还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其中所含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增强机体抵抗力 有助于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枸杞含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保护细胞 延缓衰老 维持身体健康和活力 接下来再准备15克双胜肝 双胜肝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 维生素 氨基酸 胡萝卜素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具有多种功效 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最佳保健国品 三肾胃肝酸 归干肾经可以滋补肝肾 肾经论灶 临床上常用于肾阴虚 肾亏导致的头晕耳明 木暗昏花 关节不利 丝眠 须发皂白 都可以使用肾肾 并且肾肾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栓 适当的吃一点肾肾 还可以起到黑发的效果 可以保护血管 它当中的压油酸和压麻酸 成分可以有效抑制脂肪堆积 还能够及时清除胆固醇 轮化血管 预防血压升高 肾肾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有效淡化色斑 并且含有大量的黄虫类物质和微量元素 在清洗枸杞子的时候 加入一点生粉 生粉有很强的吸浮力 可以很好吸浮掉伤胜里面的灰尘杂质 伤胜洗干净之后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橙皮 橙皮对于肾脏是有保护作用 可以让你远离肾脏疾病 人体内一旦出现了结石 每次发病的时候都让人疼痛难冷 患有结石的朋友可以多喝一些橙皮水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新陈代谢 将一些最小的结石排出体外 可预防出现肾结石 橙皮用剪刀剪碎 然后再放入水里洗干净 洗干净的橙皮控水拉出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传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更多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之后 这一道水就煮好了 把它倒入杯子里就可以直接饮用 胜虚耳磨 头晕 腰虚衰卵 听力下降的朋友可以多喝一点 对肾脏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肾脏毒素 养胜护胜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